來囉 VIRES上次發表會 PHEV 非常有話題的一台新車 這個車其實我已經看過了 車頭滿帥的 好像跟那個ARIS很像對不對 還是那個CLANG很像對不對 滿帥的 這大家都說這叫什麼 油電鋼炮 他們會發明那個名詞你知道嗎 那看起來哪有像鋼炮啦 你看 要嗆無理成交率 我本身我是推崇油電車的 因為真的是比較適合 不用在那邊一定要去找充電 有的充就充 沒的充就用油 我真的是覺得 目前這種狀況是最好的 最理想 年銷售設定1000輛 到時候就發文 像在賣高麗菜一樣 已經銷售完畢了 跟我那時候B力4X一樣 1500台已經銷售完畢了 結果我現在去看那個資料 根本就沒交完 好設定1000台 沒關係現在股價很高 不用怕 不用擔心 好來喔哇 先騎了你 你改一頭來 等一下旗艦版129.5 佛金版137.5萬 這個車頭真的是看起來實在不錯 我跟你講它的敗比賽還有屁股 太高了 等一下再講 來來來來 就是這樣 為什麼油電車屁股都要這樣 你看那時候 它那個屁股線條真的顛覆了我的審美觀 這種屁股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之前Honda什麼CRX啊 還是Inside啊 還是這種Puris啊 Puris從第一代到現在 那個屁股線條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要流線不流線 然後又碰碰翹翹的這樣 尤其有一代後尾燈看起來像個星星 我狂腰會昏 上次有個行車紀錄器公布有被人家講 然後就看到一台Puris 好像是Puris 4吧 開過去啊 然後他就說 這車屁股這樣怎麼會有人買 因為它那個真的很像星星這樣 你在路上一定有看過 兩邊有一個像星星的這樣 喔知道知道 我這麼賣 然後它那個屁股中間看起來像戴墨鏡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屁股真的很像戴墨鏡 然後那個馬山的屁股是跨沙小 憤怒鳥有沒有 生氣 對生氣在跨沙小 全車街採用LED燈 這屁股我是真的不行 這個線條帶到屁股這邊拿 我真的不懂 短短的 要先背不先背 要留線都不夠長 太短了 好像直接被切了一半 對 怎麼看我就是覺得 怪怪 也有看到日本改成特別的風格 改一下還蠻帥的 澳門版隱藏式 這沒什麼 這食物衣服也這樣啊 這個鋁圈很棒耶 很有設計感 我是不喜歡的 欸很特別嘛 至少他願意想個辦法 要不然鋁圈每個都長得一樣 對不對 旗艦版只有17吋 柏金版只有19吋 全新家族化 我知道 旺族式耶 這個我知道 這我很熟 這個中控螢幕 這我也很熟 這跟我們那一台的 比利後殺一樣 寒兜魯也一樣 不錯不錯 欸 這個剪輯還故意把我們的 比利4S 弄上來是怎樣 不過 它的螢幕比 比利4S小對不對 我們的比利4S螢幕比較大 然後它有一個實體的排檔桿 我記得我們比利4S用轉的 排檔不太一樣 看到杯架 最新 TSS3.0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 旗艦版叫柏金版缺了嗎 啊 旗艦版沒有盲點偵測喔 還少還擠 盲點偵測這麼便宜的東西 為什麼不給一給就好呢 這麼小氣 未倒跟遮陽臉也是柏金版才有 喔 算了 那HONDA還要選配 現在就想 欸 它有插電耶 你看 它藍色的車插電也是藍色的 後座因為流線造型的關係 上下車需要注意頭部 喔 那摳到頭 那個吸柱太低了 欸 真的耶 出入口有點小對不對 欸 你看 這個跟我們上一個熟龍頭就不一樣 水龍頭它是Type A 它是Type C 欸 沒有出風口 化重點 現在好像感覺車一定都要後座出風口 動力規格 啊 2000cc喔 不是1800的喔 223HP馬力 19公斤 欸 這個扭力比那個水龍頭還低耶 水龍頭我剛剛看好像35-38 怎麼差那麼多 無段變數 可是還有6.7秒耶 0-100 啊 為什麼扭力可以差到那麼多啊 這2000cc水龍頭才1600 這個引擎我已經不是1800了 哇 它沒有護板了 啊 滴水怎麼辦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會啦 這不一定 這應該不會啦 純電型是NEDC是什麼 這上次626那個嗎 這個還不錯啦 因為這種就是你 你大部分你路上行駛用電就好了啦 啊 能充就充 不能充就用油啊 用220加用插頭去插充保電大概4個小時 欸 那蠻快的 因為只有八九十公里耶 對啊 我覺得油電混合可以啦 就屁股充了點 對啊 這當電動車使用有沒有 平日就當電動車這種最棒的 就不會有里程焦慮 沒有 我們就加油就好了啦 這最棒的 最喜歡這種 付出比電動車更多 因為要保養引擎 這就跟Toyota進整個油電車都蠻快的 看消費者怎麼選擇 好啦 結束 Pewis 我們這個辛辛苦苦特派員 去拍回來跟大家分享 新車資訊 雖然慢了點 我們盡量加快腳步 慢慢導入正軌 下次見 掰掰 欸 訂閱 對 留言片段還是講什麼